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今天就来聊一部左左沐西主演的电影 叫做《天使之恋》 那些不知道左左沐西是谁的观众 看了这个背影之后 也应该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催我了吧 从满床的前上还能看出来 女主角正在做的事情是原交 后面的情节还马上交代了 对象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 这个年龄的差距可不是一般的大 因为女主角还是一个17岁的中学生呢 在学校她也是一个大点头的角色 有小女生被人欺负得很惨 她上去几句话就摆平了 让小女生特别感激她 还有和几个朋友一块带着小女生去夜店玩 还把喝醉了的小女生带回家里住 就在对方完全沉浸在友情之中的时候 女主角她们提出来了 让小女生加入她们一块做原交 感激和友谊的力量加在一块 小女生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 莉奥 女主角给她做了简单的培训 就把她拍到酒店去了 估计大家已经看出来了 女主角这是在利用小女生做研究赚钱 不过这可就小看女主角了 她的办法是拍下照片作为政党来勒索地方 这赚钱的速度可比单纯的原交太多了 但是女主角还不止是这样 下一段戏她居然和一个女生在床上缠绵起来了 仔细一看 这就是在学校欺负小女生的那个 谢谢 彼女的小女生是这样的 每个小女生都是这样的 这两件事从一开始就是女主角设计的局 这可真是够厉害的 不过电影接下来就没有继续表现 女主角怎么利用别人原交赚钱了 而是开始展开男主角这条线索 这时候她正在家里弄自拍 拍了一堆照片送去冲写 结果因为她和女主角都姓小泽 照相馆就弄错了 送到了女主角的手上 没想到女主角一看照片 就对男主角产生了好感 于是约了男主角出来 把照片还给她 这里啊女主角的小心思就又开始发挥作用了 故意把伞给了别人 让男主角送自己去车站 想的是趁这个机会和男主角聊聊天 结果没走几步男主角就摔倒在地 女主角赶紧把她送到了医院 原来男主角不是在玩自拍 而是在给自己拍一相 她得了脑瘤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但是女主角不知道啊 一股反顾的喜欢上了她 原教自然是不做了 还变成了一个好学的好学生 男主角是一个历史老师 她就要跟着男主角学历史 学完了呢 还继续跟着男主角 一块吃面 一块聊天 还约定下次历史考试 如果能达100分 男主角就要跟她约会 可以说啊 从这开始电影的内容 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 前半段的情节 包括了未成年人的 原教 校园七零 勒索 同性 各种禁忌的题材 而后半段 则一下进入了纯爱电影的节奏 两个人开始了约会 在田野里 在图书馆 一块逛街 一块看电影 特别的甜蜜 一个主角身患绝症 不久于人世 另一个主角完全不知情 沉浸在爱情之中 我估计有的观众 已经要说了 这不就是韩剧的情节吗 别着急 接下来这个情节 才更加的韩剧 男主角的病不是不能治 是可以手术的 后果是男主角会失去记忆 绝症加失忆 这才是那个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得知了真相的女主角 当然是劝男主角 接受手术啊 男主角却希望平静地死去 结局到底会怎么样呢 我还是不说了 给想去自己看的朋友们 留一点悬念吧 关注我的微信 回复天使之恋四个字 就能看到这部电影 可能有不少观众 觉得她的剧情有些烂俗 有点不合逻辑 但是作为一部 给左左沐西这样的青春偶像 量身打造的电影 影片的质量 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了 左左沐西的演技 也算是可圈可点 不过啊 直到现在 公司给她的定位 好像还是一个青春偶像 前两天采访之前 就特别跟我说 不要问她 结婚这件事有关的问题 好像她一旦结了婚 粉丝们就会不喜欢她的一样 至于我到底有没有听她们的 有没有问关于结婚的问题 大家等采访视频出来的时候 到优酷电影频道去看吧 如果想看到这部电影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或者在微信里 搜索有部电影公众号 回复准确的电影名称 你就能看到它 时间有限 出手要快 回复要准 我是凌晨 咱们下期再见